最近我发现当了妈的女明星都有点勇敢做自己的意思 前几天李嘉欣刚说儿子放养二胎免谈 因为她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今天我们又碰到了杨千华 之前三句话不离娃的她说了 我还是美丽的杨小姐 一身红色小洋装加上一件黑色披肩外套 大校姑婆杨千华出席活动还是相当有范儿呢 虽然是歌手是妈妈是人妻 但是对于杨千华而言 还有一个身份不能忘 那就是美丽的杨小姐 因为我们是艺人 可能有些工作的空间 我就是杨千华小姐 就要打扮得最漂亮走出来 就是有一种工作的态度在上面 小编刚想为随性自信的杨小姐点赞 下一秒大校姑婆又婆婆妈妈起来了 但是如果我是盯太太或者是盯妈妈的时候呢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随性 然后就是最重要是简单快 然后回家就最好了 即便被证寻会演唱会 宝贝儿子还是时刻待在身边 于是一个不小心儿子的音乐天赋也意外被发掘了 所以每天练歌的时候我都会播自己的歌曲 整个演出的那个次最都会播一次这样子 所以他一直在听 但是不是每一首歌都会记得很多 可能每一首歌只是记得一两句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是挺有音乐感的一个人 儿子儿如默然爱上音乐 杨千话可是相当傲娇 不过说到带儿子出道 那可是一万个心不痛 跟妈妈一起 妈妈脾气不好 然后他做不好也很凶 所以那些是挑战两个人感情的事情 我就不会这样 本来我不会跟我老公直接带工作 就是比较容易挑战嘛 所以我不会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